NEO 了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 朝鮮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 神愛血的哈拉普地圖 好 先來看一下大約六點鐘方向的朝鮮人 朝鮮人擁有免費的弓兵鎧甲 而且他挖石頭速度非常快 朝鮮人的劍塔也會隨著時代自動升級 算是一個很適合打塔攻的文明 朝鮮人他的強弩兵是比較適合的 還有馬攻路線 馬攻路線的話 雖然沒有品種 但在一些特殊情況還是可以用的 他的戰毛兵也是最好的三攻三防 他的大馬大落馬算是也是可以用的 反之對方的勝利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但一樣沒有品種 甚至沒有三攻三防 這也是一個後期的大問題 大多數的時候還是要用這個強弩兵 或是馬戰車搭配槍兵的做法 還有這個頭車火炮做給復輸出會更好一些 所以我們繼續來介紹一下馬來人 馬來人升級速度特別快速 而且他的步兵單位是有免費的步兵鎧甲 但是他的弓兵呢 又是可以全滿的 有這個三級射 三級防 而且還有拇指環 而且戰毛兵也是正常的 什麼都有 那後期的馬來人的騎兵路線稍微弱了一點 雖然有座莊騎士 但是沒有品種 也沒有二級馬卡 所以他的防護率非常弱了 但是他後面有這個多重折扣 後面的馬來人的折扣非常可怕 可以讓他的大象非常便宜 地上中只要30黃金左右 就可以點一隻大象了 現在好像漲價了吧 好像漲到快要40塊了 然萬物都漲 連大象折扣也要漲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看到vip的地圖在後面有塊黃金 下方有塊黃金喔 右邊有一塊石頭 邊有一塊 給他裹出去 看起來黃金還算不錯 沒什麼太大問題 算是很好為地圖 沒有說到非常難尾喔 也沒有到天圖的部分這麼好的感覺 但是有點半天圖了 地圖還算不錯 那米亥這邊是有一塊黃金在這裡 下方有一塊黃金 右邊有一塊石頭 右上角有一塊黃金 看起來黃金的分布數是跟vip差不多 而且是算好為的 但是比vip稍微難為一點 vip的地圖雖然要大為 但是他大為的前面部分可能耗費資源沒有那麼誇張 米亥右邊這個地區就要耗費非常大的資源才能為好 那這塊金可能會是一個隱寬喔 看可不可以用箭塔防鎖起來 好 那這邊朝鮮米亥是選擇了棒棒開局 那這場比賽呢 雖然我們神愛血的比賽已經結束很久了 但是vip在這場打仗比賽的時候 他的老婆 欸 其實好像還沒有出生小vip 所以他在打這場比賽的時候可能有點心不在焉的 所以有些操作大家可能看的很迷惑 但是重點是 我還沒有看 他這把到底是打的如何 那我能 升感體會喔 如果我是vip的話 知道自己的老婆要生小孩的話 還在打比賽 我肯定是沒什麼心態在打 所以vip這場比賽到底犯了什麼錯誤呢 來看一下喔 好 那這裡馬來人點下了一級伐姆 你看這邊是升到了封箭時代 這邊點了一個射箭場 毛兵 點下了一隻 這裡有三隻村民 但是棒棒沒有打算要打村民 他覺得vip會反擊回去 好 vip這邊槍兵也點了 點了一隻出來 棒棒要小心 走掉 好 開始把牧撒農田 沒有點下一級農田 好 先撒農田吧 沒有肉了 好 上方的獅子 稍微講述一下 vip前方的肉嘛 結果vip也是打棒棒開局 在這邊棒棒 有毛兵的輔助還有肉馬 這樣還不錯 好 槍兵最後沒有指導 這個肉馬 後方vip的支援點也沒有受到受干擾 反而是對手 好險這邊自滴木牆 讓村民逃出來了 雖然vip損失掉了一隻槍兵 但這個結果可以接受 讓對方停止挖金砲 這是一個很好的結果 好 下方這三隻棒棒直接硬敲 敲死了vip一隻村民 好 最後vip也是拿到了一村的極殺樹 兩邊都是一換一的結局 好 那現在vip三隻棒棒 兩隻棒棒 應該沒有辦法做到更多的事情了 前期兩邊應該算是這種小打小鬧 他會還是要來升城堡塞 好vip升城堡塞之前 居然是先點下一級伐木 下面的地方直接為死 怎麼感覺有洞 好 下方兩邊都在互相開打 但是vip這一波有點小虧 對方弓箭手出來了 這個血量被換得有點慘 好vip這邊是先點下了 弓兵鎧甲 而不是一級射 算是防對方弓兵的細節 有一級射的話 就不那麼害怕 對方的弓兵傷害了 好 弓馬過來 好 弓馬過來 就是 毛病雖然夠多 收得掉 這隻弓馬 好險這邊補下了一攻 看來米亥很想要用弓馬 解決這一坨毛病 確實是可以這樣做的 那我覺得總比起點一攻 不如點個血量 也會更好一些喔 畢竟品種加10D 血量在封建時代 可是一個很多的科技喔 血量加10D了 好 現在毛病往後倒囉 vip右邊沒有辦法即死為死 對方溜了進來 要不要補個箭塔呢 好 這裡選擇逼推對手 毛病走了過來 好 要小心這一坨毛病傷害 傷害會擊殺成塔 會打死村民 攻兵稍微秀一下 兩隻 攻兵直接倒地 毛病繼續頭 打歪 槍兵這種戳道理一下 收掉了一隻弱馬 但是有一隻弱馬還活了下來 攻兵還有兩隻 再收掉一隻 回頭再打一發 半血 vip下方的毛病也燒到了 弱馬的直擊傷害 弱馬有一攻傷害真的很痛 看來沒有品種也沒關係 有一攻就夠了 畢竟毛病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雖然覺得血量好像還是比較好 但是不要黃金 還點得起品種 OK vip暫時被壓制回去 但是沒有受到太多的精細損傷 算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好 那兩邊應該來準備升到城堡3 vip這邊升時代會非常早喔 馬來人這邊點城堡3 石頭沒有賣掉 好險把自己的石頭賣了 點了城堡3 但是馬來人加速時間的關係 只需要一分鐘就可以升起到城堡3 賭金的位置補了一根箭塔 你們會覺得對方如果直接衝進來 情況跟墓區會直接爆炸 所以要是爆炸基本上也不用玩了 所以補了一個箭塔作為保險 OK 身上城堡3 點下奴賓二級射 再趕快補一下 二級射現在暫時點不起來 可以了 好 點了二級射 肉繼續按村民 馬來人待會才要開TC 先補一個大學 想要止散彈道學啊 好 結果這一波 弓兵直接撞到 但是vip沒有打算要追擊 現在目標是朝鮮加里 好 羅馬想回來防守一下 結果被反打 弓兵繼續往前 可是肉馬緊追在後 這時候朝鮮也升到了二級射 奴賓 再來暫時沒有辦法打贏 因為對方是朝鮮人 天生自帶二反的弓兵效果 vip遇到這個情況 趕快點下二級的弓兵鎧 哇 vip的反應很快 知道自己確實是什麼 但這個肉馬一直在前面繞好煩啊 一直在幫vip開路 好 這裡貼到 你可以往上打了 這裡要先點掉對方的弓兵 vip再跟後方的弓兵做會合 不然這坨弓兵是打不贏的 vip的戰道學還有20秒 這裡最好是不要繼續打 現在繼續打下去 彈道學的優勢可能會消失 這一坨兵還是要對象 右邊突然有一點 戰況出現 這裡開始轉出了頭石車 vip正面的弓兵開始回去 有了彈道學的效果開始拿出 打出自己的DPS了 傷害打出 現在vip 我們繼續轉 到底要不要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的D打高 我有點難受 還是把對手給逼碎了 這裡又有石頭可以繼續挖 這邊這個石礦 有爲石啊 唉唷 好打破了一個房子 這邊終於可以走進去 vip這坨弓兵 現在目標是米亥加里 vip家里要守租 還是要拿一些弓兵過來做防守 馬來人的生旅科技喔 也算是能用的 所以如果真的待會需要用生旅 去防守工程器也可以用 但通常對方是轉弓兵配投撤路線時 生旅的投資效果 點這個救助思想效果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弓兵很有可能 在招搶的時候 會被對方弓兵手裡射打 所以這裡並不是那麼的 不用對方弓兵開局的時候 這邊朝鮮繼續走弓兵 拇指環也點下 補了一個箭塔 防護箭塔開始要給阿里 這一坨弓兵走過來 vip直接卡在下方這個位置 這邊直接離開箭塔 想要繼續追擊 這個可能要送光 vip沒有控好 沒想到vip出現這種失誤 這個失誤真是要不得阿 vip後面T4要再繼續補嗎 工程器製造所還沒有補 凡是選擇騎兵開 馬來人的騎兵非常爛 有一擊馬鎧 還是選擇了使用騎兵路線 vip無所畏懼 並不怕沒有鎧甲的問題 只怕自己痛不來 倒了一隻兩隻 先手賺到兩隻中兵的優勢 也是上弦吸引一點傷害 vip也終於轉輸了自己的投石車 起司上前 一隻鹹被打倒 後方的工兵數量有點大 有點難躲阿 曹醒又 彈倒血了 現在兩邊有點酷 上面這些工兵怎麼在射箭毒呢 看起來vip還是 稍微有點優勢 左邊 剛剛火力不太急重的關係 好險撞掉了太多工兵 這個投石車被換掉 可是自己砸自己嗎 是我看錯阿 好 vip後面補了一個存在中心 朝鮮人 現在是單TC 防大 那後面補下一個新的存在中心 兩邊都是前騎 中兵開局 那我是覺得馬來這邊 直接轉爪刀可能會更好 如果出騎士要投資馬凱的話 趕快挖翠東城堡 投資爪刀總是上前A 可能就更好一些了 好 那現在vip騎士沒有打算繼續出 但沒有關係 先來投資馬凱 待會地龍時代也可以考慮繼續打大象 代理轉了一台奴炮 好投資車這裡要砸一下 換到了 這個怎麼這樣走 打的是奴炮 我看了什麼 結果投資沒被換掉 被換掉是奴炮 好 奴炮在這邊嘗試想要預判對手 這座工兵要是靠近自己的村民 壓力會很大喔 好 尖塔開始慢慢推進 奴炮的田越來越少了 好 一騎士過來 想要嘗試直接手撕投資車 有點困難 已經收村 好 這一座 投資車砸到了一些工兵 圍在後面 拍到了 哇 預判頭 工兵 繡得很漂亮 好 現在投資車開始給阿力 城堡給大家正面的位置 這個TC要趕快修理 才有可能修得回來 好 城堡蓋得有點少 好投資車過來 想要直接拍掉後方村民 但是這裡本來要收村 但是收村沒有辦法 因為城鎮中心已經著火了 裡面可是火災現場 沒有辦法正常的進去建築物裡面 好這個投資車最後沒有空 所以TC給射掉 好左邊投資車 被工兵給點掉 VIPER這一波有點虧 但是投資車 換掉了一隻 預判一下 又拍到了一下 血量稍微補齊 但先把投資車給點掉 投資車拍到了 漂亮 好再拍一下 這次沒有拍到 左邊的工兵 努力在射 再拍一下 打倒 VIPER後方的空兵 最後成了大功 OK左邊最後守住了 哇VIPER出已經領先 厲害 30村了 職業量已經是領先2500左右的資源 好兩邊前期都是一個工兵交換 操作急需要求的一個對抗 好結果投資戶仇 米亥 反而沒事 他這邊拉了一隻 拉了一隻工兵 過來想要塔位 用這隻 城堡蓋好 應該就可以守住 上面這派區域了 好帝王時代 準備要停下了 好請這邊帝王時代 還需要一點資源 好 好險開始轉馬戰車了嗎 馬戰車的話 馬來人繼續打強奴 會有點小虧喔 還是要轉戰毛兵了 戰毛 配上 爪刀勇士 感覺也不錯 好 好電話時代還有20秒 電話時代也好 爪刀就有單防囉 還不需要研發 免費給 OK 五點遠防的爪刀勇士來了 喔結果這頭工兵 居然從上面溜了進來 這個viper已經要處理一下了 不然這邊工兵會死很多 進速後下降力一點 紅石車達到第一發 先停下了三級車 這頭工兵還在繞 好viper這波死傷有點慘烈 這一坨工兵已經擊殺掉了 非常多的村民 哇 一直射一直射 有拇指環好強 殺了10村 11村 三級的工兵開甲 早已能擋 終於能打贏了 現在側面的位置 有大量的把戰車 好 燃車數量現在正面五台 左邊有一些單位 欸? 這邊怎麼轉衝車開點 好左邊這裡想要蓋寶 結果寶沒有蓋成勾 反而變成倒車寶 VIPER這跟大奧特寶有點虧阿 好 VIPER這邊戰毛兵點殺 我們開甲已升級上去了 最後還是要走個戰毛兵 打馬戰士的路線 好 VIPER這邊轉出了火炮 但是資源跟對方差不多囉 看到那一波奴兵 讓VIPER的村民速下降的有點多 好這邊來蓋寶 巨國馬戰車 再度阻止 看起來這根寶又是難蓋了 好朝鮮在這邊 直接補了兩根劍塔 希望可以讓這根城堡 沒有辦法 不願意讓VIPER給蓋好 這邊有了太空飛過來 馬戰車在前面突然扛住傷害 後方有一頭馬戰車在繼續燒的當中 這邊的部分馬戰車必須努力扛 但是戰毛兵傷有點高 但是戰毛兵馬戰車臨死之前 都掉了一台火炮 這根城堡最後是選擇了放棄 好 好現在馬上點下一層科技 還有化學 讓自己的箭塔 高達13點射程 點火炮 後面有辦法輕易的反擊回去 好結果隨便在後車 直接被火炮給秒殺了 好 好 但是一旦朝鮮轉出火炮 或是投石車之類的東西 這些戰毛兵就會很難打 好馬來這邊補下了一攻 這裡有打算要轉大象嗎 感覺這時候轉大象很不錯 大象可以成為自己的主力 推進 推進的話 雖然還是很害怕射擊 但是血量夠多 甚至稍微有點耐抗 耐射的 好 這邊就去打戰毛 點下了真兵技術 好 感覺米亥現在也不太知道 自己該轉種兵 覺得馬來 朝鮮這邊也可以轉一些肉馬 又肉馬 反擊這些戰毛兵也是不錯的 但朝鮮這邊要轉肉馬的話 耗費資源也是蠻龐大的 而且沒有三級的馬鎧 戰毛兵還是有可能可以反擊回去了 還是直接轉火炮投車 好 朝鮮這邊決定要轉投車了 火炮 火炮部分按了兩台 那現在馬來人 現在二公已點下了 但是並沒有看他有什麼打算 那馬來人可以點下金冠 強制增兵 最後可以讓雙手劍兵 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生產 好看一下這台火炮 有點危險喔 哇 結果最後還是被點掉了 這裡城堡直接射爆 好 右側火炮被打了一炮 Viper一個預判 直接換掉兩台火炮 漂亮 Viper 這一波打得很好 順便的戰毛直接扛住 好這一波 Viper拿到決定性的優勢 兩台火炮換掉之後 戰果完全不一樣 好 好 Viper點下了工程工程師 上帝的工程傷害 再稍微提高一些 火炮也可以射得更遠 好這裡火炮 開始在砸巨頭巨頭恐怖的城鋪 好被點掉 但是戰毛兵也開始在點自己 火炮火花也被點掉 這一波 哇 工程戰好像拿不下來了 正面果然沒有大象 還是有點吃力 但Viper並沒有打算要轉直大象 而是按了更多的戰毛兵到前線 火炮 現在一台一台的 把Viper的巨型頭巾全部收光 好 Viper前線補了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不確定是要轉什麼東西 轉衝車的話 馬來人是沒有大衝車的 所以這邊轉衝車 會不會是一個奇效呢 哦 白粉這裡居然沒有填二級拔木 二級擁也沒有 我現在才發現耶 剛才為什麼他經濟看起來這麼窮 還輸給朝鮮 原來問題果然是出在經濟科技沒點 好朝鮮果然補下了大洛馬 這個不轉大洛馬看起來真的太痛苦了 白粉後面有一坨戰毛兵 入侵 但是戰毛兵努力輸出 還是可以打下洛馬 OK洛馬全部解決掉 好 Viper這邊選擇了繼續出火炮 後方三條火炮加上巨頭直接強拆 用個城堡應該要被拿下了 好最後是貝爾米亥拿下了這根城堡 這根城堡在後面繼續騷擾 擊殺了一些村民 等大洛馬進來了 這頭戰毛應該凶多吉早 因為城堡掉了之後 你看有機會可以反打了 好這我們吃掉 現在Viper轉出了一堆衝車 下了雙滑技術 好直接用爪刀走私這根箭塔 好後方大洛馬開始入侵 後方的法務區 所以Viper後方完全沒有防守的村民 這波米亥反打非常漂亮 他羅馬就是往後衝不然要幹嘛 Viper後方經濟有點炸裂 不太舒服 好 Viper點掉了戰毛兵 現在米亥有奮多大洛馬 可以繼續騷擾Viper的阻力 Viper現在的阻力是爪刀勇士跟戰毛 這兩個單位都是蠻怕洛馬的 右邊採荒村民 被Viper的戰毛給抓包 那方直接用爪刀直接抓掉 夠滿 好現在大洛馬繼續重新集結 Viper現在的戰法並沒有打算要轉大象的樣子 復兵單位可能會越打越兇喔 還是先點個增兵呢 強制專兵轉軍營 雙手劍兵開砍 好帶回這一波卡在一個毒孔 這個毒孔讓這些肉馬還是入得進來 他肉馬越來越多 Viper這時候點一下精銳爪刀升級 那現在黃金超歸零 繼續伸爪刀是正確的嗎 感覺雙手劍兵才有機會反打 好這一坨戰毛兵 終於擋住了肉馬的防守 爪刀金瑞斯上去之後 果然還是有點用 三弓還沒有點下 沒有三弓爪刀 殺傷力也是差蠻多的喔 然後肉馬再次上前 然後肉馬再次上前 所以他在這邊用肉馬繼續給自己 正面更大的 推進動力 現在迷害後方兩台火炮 三台火炮 想要手速應該問題就不大 Viper這邊則是要想辦法 擋住這些大肉馬 這些大肉馬真的太麻煩了 好突然補下了槍兵的升級 那後面還有三台火炮四台 全部堆積在一起 要是這時候迷害拿火炮去打後方的火炮 就完蛋了 三台火炮直接炸裂 大肉馬突破成功 Viper打出了GG 我們恭喜迷害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迷害那個火炮真的是 但是太扯了 居然被他看到了 Viper這邊失誤還蠻大的 居然火炮全部重點在一起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迷害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黃金跟食物都贏了 但其實Viper在這一場比賽裡 應該還是能繼續打了 但只是因為心態炸裂不打 所以我也覺得說 並不是Viper打不贏對手 而是可能心態上 或是那個 之類的 心情不在比賽上 所以選擇了提早投降 也說不定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x2 x2